完了,刚才应该损来过了 我和班舅的故事到今天可能就要结束了 初次见到他的时候 是在六月下旬的一个晚上 那时候风雨交加 他来往屋檐底下躲雨 第二天我被他的叫声所吵醒 来到窗台一看 好家伙,在我家下了个蛋 他看见我就惊恐的飞走了 我过来看到他的窝以后人峻不静 这也太简陋了吧 后来他又在我家下了个蛋 不过这个蛋差点滚下去 我用手把他挪到了窝的中间 就是小班舅好像并没有什么四幼的经验 他一个人捡树枝大窝 一个人孵蛋 觉得带回来这个树枝不合适 又叼走了 后来我给我家这个窗台 加装了蜂窝状的隔板 这样小鸟即使孵化也不会掉下去 外面雨很大 但是班舅妈妈寸步不离他的潮 用他的身体为自己的宝宝遮风挡雨 因为班舅蛋一旦失温 将会很难孵化成功 就这样每天早上起来看看他 已经成为了我的日常习惯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而这两个蛋一直没有动静 当我稍微靠近这个潮的时候 这只班舅举起了翅膀 好像告诉我 不要过来啊 再过来我要删你了 而当我靠得再近一些的时候 他确实用翅膀攻击了我 即使我体型比他大几百倍 但是他还义无反顾的保护着他的宝宝 这一天我发现他气潮了 而两个蛋还躺在窝里 这两个蛋全部坏了 可能没有受惊 于是我把早已买好那个鸟巢 放在了这只班舅草的旁边 希望他能再一次来这儿下蛋 而过了两天 他真的就又回来了 这一次我给他准备了好吃的五骨杂粮 这样即使下雨天 他也能吃到食物 很快他就又下蛋了 他先下了一个蛋 正当我在担心 他是否还是一个人孵蛋的时候 他老公出现了 这次有两只班舅一起孵蛋 那这个蛋孵出来的概率又高了很多呀 很快第二枚蛋就产出来了 而孵蛋真的很耗体力 需要吃一点粮食来补充体力 这次孵化特别顺利 小鸟很快就出来了 我早上起来观察的时候发现 哇塞他已经开始育除了 那只小鸟孵化了 这只小班舅宝宝真的好小啊 全身嫩黄 只有脸是黑色的 而班舅妈妈小心翼翼的用割乳在喂着这只小宝宝 很快第二只小班舅也孵化了 不一会儿班舅妈妈就觅食回来了 他小心翼翼的观察了四周 然后慢慢的走进了自己的窝 班舅宝宝的食量非常大 班舅妈妈和班舅爸爸会轮流来喂食 而这两只小宝宝好像永远吃不饱一样 一直在问妈妈讨食 而他们的体型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大 这两个小家伙出生的时候 恰巧五号台风刚刚进过 庆幸的是这次台风并未对上海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六号台风也是眼瞅着往江浙一带过来了 结果转了个弯往反方向去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这两只小班舅正在飞速的成长 班舅爸爸和班舅妈妈都会特别仔细的检查孩子的每一个羽毛 看看他们这个羽毛长得怎么样了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寄生虫来骚扰他们 每一天早晨当大班舅觅食回来 都会这样仔仔细细的检查一下这两只班舅宝宝的身体 仔细检查完了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喂食了 最开始这个班舅宝宝还是十分害羞的等待爸妈把这个食喂到嘴边 而现在他两兄弟要开始在爸妈嘴里抢食吃了 正是因为班舅宝宝如此好的胃口 每天早上我过来观察他们的时候都会发现他们长大了一点 时间这么一天天就过去了 转眼间这两个小家伙出生一周多了 他们体色也从之前的嫩黄变成了现在的黑色 而身上的鱼管日渐明显 羽毛也快要从鱼管中长出来了 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观察班舅 没想到这个小鸟居然能成长如此迅速 由于小班舅吃的越来越多了 他爸妈每天离朝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小班舅的羽翼也日渐丰满 他们不再需要大班舅为他们长时间的遮风挡雨 有时候班舅爸妈觅食回来会发现 好家伙家里有点挤啊 怎么感觉蹲不下去了 天有不错的风云 当我中午回来观察完他们两个以后 给我的运动相机充电的时候 悲剧发生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过来查看这个鸟 我突然发现只剩一只小鸟了 而这只小鸟的羽毛上染满了红色的液体 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 应该是红笋刚刚来过了 一地的羽毛把那只稍大的班舅宝宝吃掉了 我过来仔细查看这只班舅宝宝 它头上只是破了一小块皮 身上还是完好的 于是我决定还是继续把它留在窝里 过了一会儿班舅妈妈觅食回来了 一回来就发现了一片狼藉的窝 它并没有立马回窝 而在窝外小心的查看 终于班舅妈妈还是决定进窝 被这小班舅宝宝颤颤巍微的抬起头 依偎在妈妈的身边 小班舅宝宝浑身发的抖 好像在跟妈妈诉说着刚才看到的一切 它应该是害怕极了 我没有拍到那只吃掉它哥哥的鸟 很有可能是红笋 当我想那只红笋应该不再会回来的时候 悲剧再一次发生了 另外一只班舅宝宝也没了 后来班舅妈妈觅食又回来了 它站在窗台上呆呆的望着我 它远远的就看到了那空空如也的潮 它忽然抬起了头 然后转向了我 好像在问我你看到我宝宝了吗 它就呆呆的站在这儿 站了很久很久 可能有五分钟吧 它终于鼓起了勇气 往自己的潮走去 它可能在琢磨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自己两个宝宝就突然不见了 它就这样站在自己的窝边上 又站了很久很久 也许它已经知道自己的两个宝宝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最后的最后它飞走了 稍晚的时候班舅爸爸也归巢了 它走到巢穴里 这里看一看 那里闻一闻 好像在寻找它宝宝的踪迹 又好像想弄明白自己的宝宝到底去哪里了 它焦急的左顾右盼 找来找去 但是它肯定找不到了 它站在这个人工鸟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 可能想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甚至它还走向了阳台的远端 但是并没有发现它宝宝的踪迹 班舅爸爸也离开了 这是散落在窗台上小班舅的羽毛 这个应该是飞鱼吧 再过一周 它们应该就能飞了呀 事情发生的过于突然 我本来有能力救下一只小鸟的 但我并没有那么做 也许是抱有脚印性 你觉得红笋可能不会再来了 也许是害怕破坏这个自然的平衡 也许红笋妈妈也在捕食 也在捕一下一袋 它需要这只班舅宝宝去赐予它的幼崽 一切一切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这就是大自然 弱肉强食 一旦错过的话 就很可能再也见不到面咯 光只是看着不行动 迟早有天会后悔 人非要等到失去了 才会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